哈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爱你们的迷脉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满威系列电影 荷兰蒂主演的新版《蜘蛛侠》,《蜘蛛侠英雄归来》 彼得参加过那战后,托尼将蜘蛛侠战衣送给了他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成为了复仇者联盟的一员 他做的任何事情都还是在灰色地带 不过单单是这件战衣,就能让彼得兴奋很久了 他每天都盼望着下课,然后穿上战衣去行下仗衣 不过,一般都只有扶老奶奶逛马路这样的小事 需要他帮助,终于在一个傍晚,他迎来了难得的机会 一群带着复仇者联盟面具的面具人正在抢银行 他们利用手里的高科技武器,抢银行十分的高小 彼得和他们大打出手,高科技武器就不小心毁了对面的一家店 彼得赶紧过去查看伤亡情况,却让抢银行的面具人逃走了 他打电话给托尼的手下通报这个情况,却遭到了无视 因为他正在忙着帮复仇者联盟基地 彼得在参加心仪的女生弟子举办的拍对时 无意中看到了远处的能量波 一群不法分子正在这里做高科技武器交易 正当他要追上不法分子的车时 一个眼眸绿光的大鸟将他扔进了湖里 像好托尼在他身上装了可多的东西 把他从湖里捞了上来 他觉得彼得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 当个友善的诸人为乐的邻居蜘蛛侠 而不是去关心这些危险的事情 但彼得非常不赞同 他在回家的时候 发现了不法分子以乐的高科技武器 秉承着求之后学的精神 他对这个武器进行了拆解 并没有得到任何线索 只拿到了一个闪闪发光的紫色能量源 不法分子为了搜寻遗室的武器 找到了他的学校 他顺势在不法分子身上装了追踪器 然后借去参加学术比赛的身份打掩护 来到了离不法分子很近的地方 当然这一切行动都得瞒着托尼 在技术宅小胖的帮助下 彼得卸下了战衣上的追踪器 还让小胖关掉了辅助协议 没想到 竟然激活了战衣全部的功能 这些功能让没有经过训练的彼得 有点摸不着头脑 阻止不反分子不成 还被绿光大鸟扔进了高科技武器集装箱 这些高科技武器被送进了灾害控制部门的深度储存库 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彼得还很不幸地得知了 他获得的那个紫色能量源 是一个受到辐射就会爆炸的炸弹 然而储存库里信号完全被屏蔽 他没有办法打电话给小胖告诉他 那个能量源有多危险 他只能一次次地尝试密码锁 最终在第200多次的时候打开了仓库大门 但是当他打电话给小胖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能量源经过了安检机 并在他们乘坐电梯的时候发生了爆炸 导致电梯安全系统彻底失灵 十分钟后 电梯里的所有人都将丧命 彼得心爱的女孩栗子也在里面 并承着爱情的力量最伟大的原则 彼得有惊无险地救下了所有人 这一世纪无疑掀起了一股蜘蛛下热潮 但他不知道危险正悄然而至 他断了绿光大鸟的财路 绿光大鸟发誓要杀掉他 彼得在调查中得知 绿光大鸟会出现在镀口 于是他立刻赶了过去 但是没想到 在大鸟打斗的过程中 船身被高科技武器撕裂 幸好托尼及时赶到救下了所有人 托尼对彼得的所作所为非常生气 他永远没收了蜘蛛侠战衣 没有了战衣的彼得 拾魂落魄地回到家 回归了学生的身份 认真地开始了自己的学生生涯 因为足够优秀 他邀请到了自己的女神栗子 一起参加返校节的舞会 没想到的是 栗子的爸爸竟然就是绿光大鸟 这个事实让彼得坐立难安 大鸟也发现了彼得就是蜘蛛侠 他威胁彼得 不要再干涉自己的事情 否则就杀了他 回到舞会上的彼得 完全没办法投入 他直接在舞会上 扔下了自己的舞伴例子 并在小胖的帮助下 得知了大鸟的终极目的 是抢劫托尼搬家的飞机 里面什么煤队的新盾牌呀 雷神的魔法腰带呀 各种高科技东西应有尽有 彼得赶到了大鸟所在的地方 然后被他压在了一堆废墟之下 他想起了托尼社会战役的时候 跟他说的话 如果你没了装备 什么都不是的话 那你就不配拥有它 彼得凭借自己的力量 逃离了废墟 跟上了托尼的飞机 阻止了大鸟偷东西 但是在和大鸟打斗的过程中 飞机直直地坠向城市中心 幸好彼得成功调转了一下方向 让飞机坠毁在了空旷的地方 大鸟非常生气 彼得毁了他的一切 但彼得哪有钱重要 大鸟准备扛巷子就跑 没想到翅膀发生爆炸 差点把他人给炸没了 善良的彼得将他从火海中救了出来 得知了一切的托尼 将彼得带到了复仇者联盟的新基地 他准备好了向世界宣布 复仇者联盟的新成员 蜘蛛侠 但是彼得拒绝了他 因为他觉得脚踏实地的 当友善邻居蜘蛛侠也挺好的 不过这场新成员发布会 似乎要变成昏讯发布会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拯救世界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明媚带你看进各种电台嗑嗑的影 下期见啦